個人會胖會瘦 其實跟腸子裡面的菌 是好菌壞菌有密切的關係 胖的人它裡頭腸道的壞菌比較多 所以它帶一些廢物都會比較慢 表示我已經都是壞菌了 益森素啊 其實它也可以叫做所謂的益森值 也可以叫做益森源 都是對於我們的腸道裡面的菌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糧食 公研院共同研發 而且呢 它是有親真認證的 我還沒喝水 我覺得它就融化了 而且這個味道 小朋友應該也很喜歡 小朋友會喜歡 對 歡迎收看今天還有棒 我是阿兒 請問妳方便嗎 對 有的人真的是 大便不通 心事重重 大便一通 渾身輕鬆 所以這件事情 有的人那個馬桶 一坐下去的話 嗯嗯比天長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菌相不好 要不要拉肚子 要不要就嗯不出來 怎麼回事呢 可不可以好好的 有一個很好的菌相 讓我們當一個常勝君呢 鄧啊 拜託一下 請你幫幫忙 為大家介紹 今天在現場的幾位好朋友 首先介紹的是嘉義科的醫師 歐漢文 歐醫師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營養士余朱青 大家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偶像藝人 康乃欣 大家好 阿姐好 大家好 又一個偶像藝人楊潔梅 大家好 你們兩個真的很難得 好久不見 對 我們要上妳節目 要排很久 對 是不是 我在電視上看妳 那妳在電視上看我 今天我可以相認 看到妳很難 真的喔 但我們其實要看到 自己的腸內問題 更難啊 看不到 你們來了我先考試好不好 請問一下 你看我們剛剛講腸道的問題 瘦子跟胖子 他們的腸道不一樣嗎 請問對還錯 一個圈一個差 真的喔 妳為什麼說圈 妳知道一個人會胖會瘦 其實跟腸子裡面的菌 是好菌壞菌 有密切的關係 我以為這個問題 跟智商有關係 因為應該說胖菌 妳知道有一種很可怕的東西 叫胖菌嗎 就是胖菌越多你越胖 瘦菌越多你越瘦 這是我牢牢記在心中的 好 我只想跟瘦菌做朋友 真的 我也不想跟胖菌做朋友 我老公已經瘦了 節目的答案是錯 對 因為我覺得應該一樣吧 腸子不大家都一樣嗎 只是腸子裡面的構造 可能絨毛 或是像剛剛乃欣說的菌種 可能是這個差別吧 是 我懂了 她的意思說腸子都是腸子 只是腸子裡面不一樣 對吧 來 我們證明一下 藝人的回答 常常異於常人 我要聽醫生的 醫生怎麼說 好 那這麼說好了 那我們的腸道 其實它有蠻多的部分的 那就我們從這個圖來看的話 那其實我們常在俗稱 我們的腸道 腸道 它其實是從我們的胃的下半部 所謂的胃幽門 那開始進到了我們的小腸去 那進到小腸之後 然後再會進到大腸 那直接經由我們的後面的排泄系統 把它排泄出去 好 那其實在我們的腸道裡面 它其實有三大功能 那第一大呢 其實是我們的營養的消化 引擎吸收 這是一個最大的功能 對 那第二個呢 它的功能呢 其實是在維持我們體內 最重要的一個免疫的功能 其實很難想像 我們人體最大的免疫系統 其實是位在我們的腸道裡面 是 對 那第三個功能呢 它三大功能 第三個功能呢 其實就是跟我們體內的 毒素的排除 其實是有相當大的關聯性的 所以胖跟瘦之間 它的菌的好跟壞 營養師這裡面有差別嗎 這一定是不一樣的 我們剛剛講每個人腸道長的 其實是一樣就是會有絨毛 然後這個長度大概就是這麼大 是 但是它裡頭的菌 就完全是不一樣 因為胖的人 它裡頭腸道的壞菌比較多 所以它代謝廢物等等 各方面都會比較慢 表示我已經都是壞菌了 我現在都是好的 瘦的人裡頭好的菌就比較多 我就用一個比喻 大家就會比較清楚 我們每個人就像是一座工廠 你是一座工廠 你是一座工廠 我們都是各自一座工廠 我們裡頭會有好員工跟壞員工 我們的壞員工就像是壞菌 好員工就是好菌 所以你如果好員工 他做出來的產品 就會良率比較高 壞員工做出來的良率產品 就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每個人胖瘦 就是因為裡頭的好菌跟壞菌 比例不一樣 然後這個食物 這個時候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的好員工 要吃好的東西 對 等同於是我們的好的益生菌 要吃好的益生殖 就是把員工好 員工養好的概念這樣子 其實我們的小腸 它其實是非常的長 它也長到六到七個公尺 所以你把它攤開來看 它可能跟一個籃球場 是一樣的大的 很難想像 塞在我肚子裡 很難想像 對 很難想像 那麼大的一個腸道 其實位在我們腸道裡面 那其實腸道裡面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我們小腸上面 有很多的腸道的龍毛在上面 那其實就是負責 我剛剛提到的吸收 營養 我們營養的消化 其實很重要 所以它試著想 如果我們的腸道不好的話 營養吸收就會變得比較差 毒素就會卡在裡面 就排不出去了 我知道 我知道啦 就是好菌多嘛 壞菌少嘛 所以我們現在要整菌待發 我們要讓大家都可以成為 一個長腎菌 準備囉 廣告回來 我們要出發 好 我們接著要來聊一下 這個腸道如果發炎的話 是不是整個免疫系統 就要崩潰了呢 我要再考一下大家 還有 還有 還有是不是 考試一下 請問一下 如果我們肚子痛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腸道發炎了 肚子痛就是腸道發炎嗎 這兩個他們有想一下 我們兩個為什麼一直都不一樣 我們兩個都不一樣 我們一直都不一樣 說說說 為什麼 肚子痛 就是腸道發炎 因為我肚子痛都是腸道發炎 而且我的腸胃炎的那個頻率 算是很高發的 就是我有事沒事就來個腸胃炎 而且就是很慘 就那種上吐下泄 就是非常痛苦 我跟他不一樣 是我基本上呢 我不知道是腸子太有 就是我只要反應 我都用吐的 我不會拉肚子 你不會拉喔 然後也不會不太 就是到 痛也沒到 好像也沒到腸胃炎的感覺 對 好像就是上面反應我就吐 可是我可以吐 嚴重到送急診 你也太快了 就是一直吐 一直吐 吐到全部吐完 那應該就是腸胃炎了吧 真的嗎 對啊 可是醫生又沒有這樣說 只是說你吐太多 那種補點水什麼的 然後讓你止吐 就要回家了 好 那其實呢 這種腸道發炎 我們有分一種叫做 急性的發炎 或一種叫慢性的發炎 所以它所引發的症狀 就會比較不一樣 那像我們剛剛 剛剛那個姐妹提到 就是急性的發炎 所以你會突然上吐的下瀉 或拉肚子 那我那也算急性對不對 對 所以近來性能力 也算是急性的 另外一種叫做 所謂的慢性的發炎 那慢性的發炎 就是一個全身性的症狀 所以其實你腸道 長期在發炎的底下 我們剛剛提到了 然後我們腸道裡面 有很多的免疫系統 它就會誘發出很多抗體 那會變成一些 自體免疫疾病 然後像這些 風濕性的關節炎 紅斑性狼腸 其實這些都是腸道 長期發炎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是 而且我覺得 像這種肚子不舒服 拉根吐的時候 很怕脫水 對 脫水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就會衍生出來 對 但是我們發現 現代人其實很懂得腸道的保健 有啊 醫生菌我也有在吃 我也有在保養 有的人吃得有好 有的人吃得沒好 為什麼 好 那其實我們的腸道菌 它其實有分很多種 有分俗稱的好菌 俗稱的壞菌 還有一種菌叫所謂的中立菌 就是西瓜微大餅的這種 兩邊游離來游離去 所以我們要好壞菌的比例 其實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我們體內的好菌 長得比較多 那這些好菌就像我們的士兵 那你士兵沒有吃飽 你要怎麼打仗 有道理 對 所以有時候有些市售 它一些那個醫生菌的產品 會含一些叫醫生紙 或我們叫做醫生素的這種東西 醫生素 對 所以這種東西的話呢 它基本上來講 就像是我們士兵的糧草 對 要給它吃飯 你把士兵餵飽了 餵飽它才能上場戰鬥 是 對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的觀念 自己人嘛 餵好一點的 結果發現餵了好一點以後發現 怎麼都沒好這樣 所以選跟了解跟知道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我希望我腸道可以有腸腎菌 知道就做不到 請問你養師怎麼做到 現代的人都吃太好 吃太好反而會讓你的菌長不好 吃太 為什麼 沒道理啊 因為太精緻 其實我們的菌 要吃的是最圓形的食物 圓形 最圓形的食物 例如說像我們現代人 大部分都是有蔬果 所以攝取不足的問題 或者是說吃了太多精緻的東西 例如像白米飯 白麵條 白麵包這一類 這種已經把外面的這些 有效的營養成分都去掉了 就會讓你的腸道好菌長不好 所以如果說 你要讓你的腸道菌長得好的話 我們一定要多攝取一些 天然的食物 尤其是蔬菜 水果 那我們舉例好了 譬如說像蘆筍 洋蔥 還有像燕麥 燕麥這種就是未精緻過 它還有很多的膚皮 它的這個殼上面 還有非常多的營養 包括還有一些B群等等 其實它會對我們腸道蠕動 跟對我們菌的一個生長 都有很棒的幫助 那我們剛剛講就是腸道的 好菌的食物是什麼 其實最關鍵就是益生質 就是剛才醫師講的益生質 益生質大部分的蔬菜 水果 跟這種未精緻的五穀根筋 那裡頭含量最高 那它們裡面共通性 就是含有膳食纖維跟寡糖 這一類的食物 就是我們好菌的食物 是 那這一類一定要多吃 OK 就是食物就是 你現場有這個 洋蔥 蘆筍 然後燕麥 那例如像我們一般吃的 譬如說大蒜 大豆等等 這類其實含的這種水溶性 維生素也都很高 那好處是什麼 好處就是這個益生質 它就是我們好菌的食物 我們剛剛講的 你必須要把好菌養好 對 因為有這個中性菌 中性菌就是牆頭草 你如果壞菌多一點 它就會往壞菌 那個中性菌也會變壞菌 然後如果是好菌多一點 它就變好菌 所以我們的這個益生質 其實是好菌的食物 我們就會把它養肥 養大 養多 了解 你的菌就會變好 所以我們誤以為說 我要對我的那個肚子好一點 對我自己好一點 我吃牛排 我吃龍蝦 可以 可以 我可以吃太好 對 但是這兩樣東西 其實都還滿不錯 對 身體都很好 對 我想問一下 姐妹 妳自己都是吃什麼 因為我拍戲有的時候 四點要出門 有的時候八點要出門 十點就 亂 所以我吞酵素比較多 我比較少吃到 新鮮的食物 菌類或是這些新鮮的食物 便當都是那些加工過的 真的 我們這種便當 就是排骨跟雞腿 妳看 我剛剛聽了就覺得很擔心 因為說真的 這些對我們身體很好的 這些食物 不管你說這個洋蔥 蘆筍 請問我們飛來飛去怎麼吃 妳知道嗎 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又沒有辦法自己做菜 也沒辦法買菜 對 有時候我要吃青菜水果 可是我來不及補充那麼多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最有效的就是 如果有人可以幫我 把什麼益生質 益生素能萃取好了 我可以隨身攜帶的話 就方便了對不對 我可以隨身帶著走 現在我朋友真的有推薦我 益生素 所以剛剛我聽到這個益生素 我就 整個就亮天 這個我知道 我好像吃對了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 而且我覺得要乖乖吃 最近上廁所是一件 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你會覺得你把髒東西 該你知道 該踢的 該除的 都能夠除掉之後 整個人就會開心了 真的 益生素 其實它也可以交出 所謂的益生質 也可以叫所謂益生源 都是對於我們的腸道裡面的菌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良食 公研院共同研發 而且它是有清真認證的 我還沒喝水 我覺得它就融化 而且這個味道 小朋友應該也很喜歡 小朋友會吃 對 來 趕快在我們的社群網站 健康友方按一個讚 所有的資訊 你就會看得清清楚楚 我發現有些人 在排便這件事情上很忽略 有見有出是正常的 但有些人就說 我變異過了 一忙忘了不去 等一下就沒有 真的 不行對不對 真的不行 外面廁所太髒 我不要 對 我去問過醫生 我說那我這樣長期吃這樣好嗎 他說你有沒有想過 你長期把垃圾放裡面好嗎 很可怕 才這樣吧 很可怕 所以我去做過 長期就我沒有什麼氣勢 也沒有什麼洗肉都沒有 對 尤其那邊 你一去不復返 對 然後在回收上來的時候 那個垃圾不夠垃圾 沒錯 因為其實大家想說 糞便其實是我們身體的廢物 要把它 髒東西 髒東西要把它排出去 那如果說你沒有一直 規定的去上廁所的時候 這些東西會讓你的腸道 一再的再吸收回來 所以你看這些毒素 又被吸收回在裡面去 是多糟糕的事情 腸道裡面如果停了太久的話 那個壞菌就會產生 其實那個毒素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身體 什麼大腸癌的風險就來了 那剛才我們講到這個益生素 這個真的就對腸道 很有幫助了嗎 剛剛不是說我的朋友 推薦我吃一個很厲害的 這個叫做益生素 益生素 益生素其實呢 就是剛剛 超級益生素 醫生跟營養師說到 是我們益生菌的食物 益生質 換言之你就是多餵 你的這個肚子裡的 這個腸道裡面的好菌嘛 就多餵它吃 那這個益生素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那時候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的腸道不健康 已經是很久以來的事情了 它算素級 我每一次去健康檢查呢 反正就是呢 不是胃酸逆流 就是什麼 就是說我裡面有脊肉 反正你這個都是壓力病 文明病的 而且我覺得現代人 幾乎腸道不可能完全健康 我們現代人吃的都不健康 我們認識很多朋友 人家很好 只有我不好嗎 你以前不好 你現在很好 很多人的壓力大 然後現在又吃油 吃鹽 然後又外食 這個食物還挺可口的看起來 我的食物看起來挺可口的 你已經倒出來是不是 我跟你說 我想要看看它長什麼樣子 你看喔 它其實這裡面就是 滿滿的這個益生素 然後它最厲害的地方呢 我一定要跟大家報告 我是一個呢 很多時候我要會先做功課 我就問我朋友說 請問它多厲害 它說是由公研院共同研發 而且呢 它是有清真認證的 所以它的這一個呢 品質跟整個食安 都是可以放心的 那我想 那很安全 吃 我自己最有感的就是 所謂的體內環保 你就一定要有進有出 對 那我們每天吃三餐 正常來說 其實呢 有醫生朋友跟我講 其實我們應該要 嗯嗯三次的 可是很多人都沒有對不對 很多人一次已經感謝天了 但是我跟你說 有很多天才一次 我現在才發現 你只要乖乖地補充醫生素 其實你的嗯嗯 應該要很有分量 因為它其實 而且還漂亮 對 是的 真的真的 一開始你會發現 我可以講那麼具象嗎 沒關係 大家都很熟 很多朋友 好不好 自己人沒關係 這麼講直白的 一開始你上廁所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麼有成就感的時候 你會覺得 表示以前都沒清乾淨 對 你就沒清乾淨 重點就是上乾淨 然後厲害的是 你漸漸就開始乖乖吃 我是一天吃兩包啦 所以你乖乖吃了以後 然後飯後吃飯後吃 你吃完以後你就會發現 它正常正常的排便之後 你慢慢發現呢 確實就像那個阿爾姐說的 你發現排完便之後呢 其實呢 不需要花到很多的衛生紙 真的喔 對 就是當你排乾淨之後 其實呢 便便是不會黏屁股的 後來我還幫助一個人 誰 我的鄰居 好 我鄰居呢 有一對婆媳老吵架 你知道吵一個很無聊的問題 是說他小孩又乾又瘦 就覺得沒有把孫子養好嘛 就覺得說 為什麼不餵他吃東西 其實這個媽媽 已經很愛小孩了好嗎 可是為什麼 因為呢 很簡單啦 腸道不健康 小孩的吸收不會好的 沒錯 對吧 真的 好 然後後來呢 你知道我媽就是一個 個性很熱情的 就說 哎呀 我們家奶星 吃那個什麼 我們醫生說很好啊 然後就開始分送親友 好 然後呢 我很意外的是 那個小朋友吃了以後啊 不久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小朋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他好像臉上有那種蘋果光 就是覺得小朋友呢 暗黑暗黑這樣 就不會暗黑了 然後就開始 你覺得他開始有點長肉長肉了 其實我覺得 那個媽媽都是一樣照顧小孩 是 那現在婆媳關係OK了 哎呀 有一天 你還可以幫助別人 竟然是為了方便這件事情 其實我記得小時候 國中的時候 就是有這個問題 我就是要吃 我反而自己沒有吃 我就要吃 然後他一吃到現在 二十幾歲還在吃 好乖喔 媽媽 妳可不可以 對自己好一點 我覺得我應該來吃 你應該要吃 我需要 我要問一下營養師 就是我們吃這種 像這種益生菌的食物的話 它的好處到底在哪裡 其實我們講 要挑這種益生菌的食物 真的要好好挑 因為剛剛奶星有提到 它這個是國家公益院 轉投資的公司 是自作的 而且它跟國內兩間 頂級的大學合作去開發 它去稱測它的一個 毒性跟功效性 而且有通過一個測試 發現真的有這樣的效果 而且它有很特別 因為它其實 為什麼叫它益生素 其實它是從特別的一個菌種 用低溫萃取 它把裡頭的這個小分子袋 萃取出來 小分子袋這個 它已經是奈米化 所以它算是一個 一個世界專利 它是把它奈米化了 這個均質的技術 所以它的品質很好 吸收很好 所以為什麼說 你吃的效果會這麼好 是 因為你知道 我們即便天天有上廁所的人 都有很常而上不乾淨的問題 對 所以很多人有的 上完廁所 現在有上 但是覺得怎麼好像還 有意猶未盡的感覺 這種就是其實腸道的 這個髒東西沒有排乾淨 口感很像 橘子粉怎麼樣 橘子味 你應該是嗎 橘子口味 是不是 大家要不要一起試 所以我們講醫生素 它就是可以讓我們的好菌 變成一個常勝菌 是 那它就可以維持我們正常的運作 是嗎 醫師 其實這個義生素 其實坊間有很多名字 它也可以叫做所謂的義生質 也可以叫所謂義生源 也可以叫做所謂的義菌生 那其實這些東西的話 它都是對於我們的腸道裡面的菌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糧食 所以我們常常在說 我們要打造常勝菌 那要有好的士兵 才會有好的軍隊 所以當然我們就要為我們士兵 吃到最好的糧食 它才能 我們才能打造我們永遠的一個 常勝菌 常駐在我們腸道裡面 去對抗這些外來的一些疾病 是 了解 每個人的籃球場自己購好 粉末狀 而且這個其實味道滿不錯 而且很細耶 來 不要很細 不要說我小氣好不好 大家都有 我覺得很細 然後它吞下去 很好吞下去 它不會好像很容易 有的東西會在你這個嘴巴裡 流很久下去 你只要一點點水就吞下去了 我還沒喝水 我覺得它就融化了 就融化了 而且這個味道 小朋友應該也很喜歡 小朋友會喜歡 對 沒有很快的 它有點像是檸檬果汁或者是柳橙果汁 對 然後酸酸甜甜的 然後好菌的食物 飯後吃 所以像我自己的話 我一天兩包是因為我的腸胃 我覺得我需要快速的養我的這個好菌 所以我一天兩包的話 飯後吃 譬如說中餐以後 然後晚餐以後 萬一我有宵夜 我就會是宵夜再加一包 所以就變成說我可能是晚餐跟宵夜吃 是 這樣好處就第二天早上起來 嗯嗯的時候 真的 你看那個笑容 很開心的 請問一下 如果是吃素食的朋友可以 可以 我有特別問我朋友 他會正式純素 所以素食的朋友是可以吃的 是 所以醫師 這個是哪一些朋友特別需要補充 像這樣子的好菌種 其實我們常會說 其實每個族群都OK 每個族群 從小到老 所以現在剛剛乃菁提到 你看給鄰居的小朋友 小朋友可以吃 那到老人其實都可以吃 我覺得老人要吃 因為很多的老人家 其實嗯嗯都不順 而且他們常說 他們沒有力氣 對 腸胃的肉都不說 然後等到後面有什麼 吸肉啦 出問題的時候 才發現 因為排餅很重要 是的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像是那種 常常有過敏的小朋友 或者說有過敏的大人 其實也都可以吃 那再來的話 一些消化吸收營養不好的人 對 那再來的話一些 久坐 然後壓力很大的上班族 其實我覺得這些 都是一個滿適合吃的族群 是是是 所以營養師也覺得說 大家其實可以善用這個 其實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天然食物的一個保養的概念 只是它把它濃縮 因為像我覺得健康的人 你吃保養很棒 就像我們剛剛講 你每天即便有排便的人 我覺得也要吃 因為你要讓它更順暢 排得更乾淨 然後如果是 尤其是腸胃道有問題的人 更應該要保養 因為你的好菌一定要多與壞 就是你的功能的運作會更正常 還有就是 我覺得有一個族群特別需要 就是你常常外食 養些眉口奶昕 這兩位聽到好不好 請注意 你們每天到晚在外食 因為你一定會吃不夠 足夠蔬菜的水果 讓腸道好菌變好 所以這個族群一定要吃 然後還有就是 我覺得現在的上班族 常常可能有一些應酬等等 這個族群也很重要 然後還有一個族群 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是晚睡的人 你每一刀我都中了 每一刀都有都舉手 對啊 因為晚睡的人其實 好 你要先吃 我吃我吃 對 晚睡的人有一個特質 就是他又會吃宵夜 這個時候對他腸道的負擔 其實會更重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他算是一個從年輕小朋友 然後青少年上班族學生 年紀大的人青少年 我覺得他都是非常棒的 一個保養的方式 是 那我以前以為只有 譬如說我 因為我長期胃酸女流 腸道不好 醫生說 好 胃酸女流三大敵 情緒是大敵 然後熬夜是大敵 然後再來就是 工作問亂 三餐不正常 是不是大家都中對不對 你要不要懺悔 你全中 你要不要懺悔 我懺悔 你以後很願就吃 可是今天我發現 不只我需要懺悔吧 各位 因為剛剛兩位說完以後 我覺得沒有人不需要吃 譬如說小孩 小孩哪有什麼壓力 或是熬夜 可是問題是你知道 小孩有時候 連過敏都可能是腸道問題 然後過早的衰老 是不是可能也是這樣 對不對 就是我們不知道 自己臉色不好 你擦再多保養品沒有用 其實你要先從該排的排 真的 有內耳外 真的對不對 把腸道顧好最重要 對 我有一個臨床案例 就是我覺得年紀大的人 我們一定要好好照顧 我們的長輩 因為年紀大的人 他身體如果出了問題 他有些時候不太好意思 也不想講 因為他也會害怕說 自己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曾經有一個患者過來的時候 他已經一個禮拜沒有上廁所 你知道他因為沒有上廁所 他更不敢吃東西 然後他最後上不出來 他是就是要用很多方式去 因為像以前早期 沒有這些的時候 有些人什麼用軟便 什麼各式各樣的 晚腸有沒有 對 晚腸 有的人買那個整 晚腸買整盒 對 然後我都說 嚇死人了 然後我覺得現在很幸福 你看吃些就好了 對 像我覺得 他八天的 就像剛剛說的 熬夜什麼通通都有 還好在國中叫他吃這些東西 對啊 他到現在 他都自己沒有了 他說哥哥 那你再幫我買 這是一個好方法 對 我覺得很方法 他會想說 我乾脆吃蟹藥 你傻了 不行 蟹藥會出事情 對啊 水分 環境不對嘛 對不對 太傷害了 太傷害了 所以我覺得姐妹現在不錯 你跟康乃馨學一下 真的 我現在開始 我叫我只要吃 我自己沒吃 現在開始我吃 我也要 請要自己 來點讚 多種 豁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